汽車上突然一輛計程車整個衝了上來 只見原本等公車的女子坐的椅子 整個一坪到七樓下面 還有一名女子整個人被壓在計程車下 動彈不得 往前再看一次原本公車站牌 大家都在停等公車 突然間計程車衝了上來 行輪閃了閃 只見還有一名騎士被撞了上來 絕最嚴重的莫過於被壓在車底的女子 直接撞上 車我從那邊闖過來 闖紅燈過去 然後那個我父親被撞的是我父親 他已經過馬路到這邊三分之二 再過來這邊 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紅線這個地方 然後被他撞到 絕發在台北市文山區 木星路三段的七樓上 當時早上十點多 見車司機衝撞 整個店家門口幾乎都被撞滑 還有臨庭的機車以及座椅 駕駛的一式傳紅燈燈 加上因為公車在旁邊視線關係 沒有看到前方有人為了閃避 他竟然直接衝上人行道 當時趙氏的小黃司機 一次行進中跟公車並行 但沒有看到前面的人 要閃避衝上人行道 當時等公車的兩名路人 一名正姓女子腳挫傷 還有一名七十三歲的 羅姓夫人雙腳骨折 甚至行驚騎單車的高姓男子 也被撞傷 趙氏的小黃駕駛是62歲張姓男子 窗紅燈閃人車才會造成事故 將會賠償一切損失 只是這一撞真的讓了賽跳 就像行走的血滴子 差點要了命 記得阿公也要讓你 下一位台北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